在工作职业还有家庭里面 我实在是从一些同事 他们给我的一些非常深刻的提醒 他们或许不知道 但是对我的影响是非常的深刻 做医生 然后我们是因为要在开刀房里面 所以你也知道我们从外面穿便服进来 然后在更衣室里面来换衣服 换衣服的话当然我们就是一直把 就换到这个就是内裤吧 是这样子 我有一天然后进来 然后就另外一位外科医生 他是我的邻居 他真的是长得很英俊 然后我也听说 然后他是在一个教会里面当执事 然后虽然我们并不是常常开刀 然后但是我们就讲 所以他就跟我说 他问我说你也是基督徒吗 然后我说是 然后我说我也想 我愿意然后将来能够也有服饰 所以我们两个男人就正好在换衣服 都是几乎赤裸裸的 然后他就跟我讲 他就说 突然间他就说 Jeff 他就用英文名字 然后他说 我能不能给你一个忠告 他说不要羡慕我 其实如果我能够把所有的 再让它重变的话 如果我会不会选择 然后他就跟我讲 他为什么这个妻子 他有这个新的孩子 这是新的家庭 他是离婚的 然后这个 然后他 我后来才知道 他有前妻 也有这孩子 然后 但是他在教会里面 他后来在教会里面 有很好的服饰 所以我就认为 我那时候就认为 这个是很棒 其实你知道 我在一直在挣扎中 我有孩子在两个不同的家 你以为我会很美满 可是其实不是如此 我永远没有忘记 他只大我这个十多岁 可是却影响了我在这个以后 他就是在讲 小心你附近的 所有的这些女的 意思就是说 医生跟护士之间 有些暧昧的事情 你一定要小心 会儿下宠就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